那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那对唐凤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什么 我是怎么样阅读这些书的 以及具体上面是怎么样子来发生这些影响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有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了 在这边就很难一一列举 对我影响最大的其中一本 是重编国语词典 那重编国语词典是非常古老的一本书 最早的国语词典是商务印书馆 可以说是开馆制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之后包含理解老师 很多老师们做了一个网络版 那是1996年的事情 那之后这个网络版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增修 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这么印象深刻 当然里面有16万个词条非常好用等等 那是因为我自己有主持这样一个专案 叫做蒙典 蒙就是萌芽的蒙 它的工作就是让这16万个词条 不会自己孤零零的待在一个网站 当时旧的网站连手机都不太可能开启 也不能分享 而是变成一个有网址 可以分享 而且可以参照英语法语德语 那台语客语 甚至原住民族的语言等等的 这种多语言的这样子一个字典 那当时为什么取蒙呢 就是因为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就是日本的那个蒙 我们借过来是可爱的这个意思 但它也有蒙雅 就是人民的意思 蒙离蒙利 都是人民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创作的词典 那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因为教育部是非常权威的 在编字典 到底一般的读者怎么样跟教育部共同书写 重编国语词典呢 那当时国教院 我记得曾世杰老师 柯华为老师 他们当时办了这样子一个叫做 词典啄木鸟的活动 啄木鸟是什么呢 就是去抓虫 所以呢 他们就邀请全国的 这张全世界的朋友 他只要能够找到重编国语词典里面 有什么错误那就会颁奖等等 那我当时已经主持蒙典了 我就引导来看蒙典的这些使用者 去玩一个游戏 去找出这些词典里面 引用同一个书证 但是呢 引用的方式呢 在同一篇里面竟然会不一样 那这就非常有趣了 像当时这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例子 是有两个不同的词条 都引用了同一首诗 那一首说 脱显真奇绝 就是说好不容易脱显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把那个书证写成 脱脸真奇绝 所以可能那个输入的时候 部首把它输入错了 电脑当然不知道哪一个是错的 可他知道这两个只差一个字 所以呢 我们就邀请所有来看蒙典的使用者 来告诉我们哪一个是错的 那当然脱脸是错的 脱显是对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留言版的功能 所以就有人说 脱脸真的很奇绝啦 非常的奇怪啊 不过呢好莱坞已经拍过了电影 就是face off 变脸 所以已经没有新意了 这是很好笑 那但是因为这个留言很好笑 它变成一个话题 在PTT啊很多的讨论版 就吸引更多人来帮这个国语词典来挑书证上面的错误 所以到最后绝大部分的错误 好像都是我们蒙典这一组挑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让我跟国教院的同仁结缘的第一次的这个互动 那之后国教院不但采取我们叫创用CC的方式 公开释出完全免费 释出了重编国语词典跟其他的词典 那而且呢 这也就引导我 在之后在设计国教课纲 一开始的总纲在讨论的时候 就跟方信周老师一起加入设计国教的课发会 那去进行课发会相关的一些工作跟服务 直到我这2016年加入那个为止 所以可以说这个我投入公共服务 完全是重编国语词典造成的一个自然的后果 希望有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他两本大概就下次再说